Hello,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华人早间新闻,我是新陈。 随着美国疫苗越来越普及,今天想给大家聊一聊新冠疫苗相关的新闻。 辉瑞请求准许用于12至15岁,数据称莫德纳更可能有副作用,强生也报告血栓事件。 辉瑞公司周五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请,请求将新冠疫苗的使用授权扩大至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当中。 目前FDA批准的紧急使用授权使用于16岁及以上的人群。 辉瑞上周表示,其三期临床试验表明,该公司的新冠疫苗对12至15岁的儿童是安全的,并且百分之百有效。 接种疫苗的青少年出现的副作用与16至25岁参与者的反应基本一致,但该研究结果尚未经过同行评审。 当时,辉瑞就表示将尽快申请扩大紧急使用授权。 辉瑞表示,他希望在下一学年开始之前为12至15岁的孩子接种疫苗。 波尔拉在发布研究结果的声明中说道,截止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专家表示,想要实现群体免疫,为儿童和青少年接种疫苗是至关重要的。 辉瑞目前还在研究该疫苗在6个月至11岁的儿童中的效果如何,该试验已于3月为志愿者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上个月,莫德纳宣布在美国和加拿大对6个月至12岁的儿童进行疫苗试验,此举正值某些青少年中的感染激增。 根据密歇根州卫生部门的数据,该州10至19岁群体的感染率创历史新高。 辉瑞表示,他将与合作研发疫苗的德国公司BioNTech在未来几天内向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提出扩大使用授权的请求。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最新数据显示,接种莫德纳疫苗的人较接种辉瑞疫苗的人更有可能经历副作用。 这项研究发表在网络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 研究者分析了通过CDC V-SAFE监测系统收集到的新冠疫苗不良反应数据。 疫苗普遍的副作用包括注射部位疼痛、疲劳、骚痒和头痛等等。 过敏发作和其他过敏反应不包括在内。 从2020年12月14日至2021年2月28日收集到的数据来看,莫德纳疫苗的副作用发生率较高。 大约74%的V-SAFE受访者在接种一剂莫德纳疫苗后报告了副作用。 与之相较,65.4%的受访者在接种一剂辉瑞疫苗后报告了副作用。 接种第二剂疫苗后的副作用更为明显,82%的人在接种莫德纳疫苗后报告了不良反应。 大约68.6%的人在接种了辉瑞疫苗后报告了不良反应。 需要指出的是,疫苗的副作用往往是轻微的,绝大多数的人会感到注射部位疼痛,全身反应同样正常,疲劳、头痛和激痛是最常见的副作用。 所有的局部和全身不良反应在第二次接种后会更加普遍。 接种者还报告了更多诸如发烧、关节痛和身体发冷等症状。 在各种不良反应中,更严重的后果如恶心、腹痛、呕吐与腹泻仍然相对少见。 CDC的研究人员强调,这项研究中的V-SAFE受访者只占所有接种者的不到10%。 建议患者在接种前咨询医生,并讨论任何一种疫苗在第二次接种后发生不良反应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发表过后,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宣布将进行另一项研究, 以深入了解接种第一剂莫德纳或辉瑞疫苗后出现的过敏与过敏反应实例。 即将进行的研究将着重关注肥大细胞疾病, 以及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是否更有可能对任何一种疫苗产生过敏反应。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表示, 公众对莫德纳和辉瑞BioNTech新冠疫苗出现的严重过敏反应的报道感到担忧。 这种情况十分罕见,但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本试验过程中收集的信息将有助于医生向高度过敏或肥大细胞紊乱者提供更好的建议。 他补充道,对大多数人来说,接种新冠疫苗的好处远远大于风险。 强生疫苗也报告血栓事件,欧洲监管机构已启动调查。 欧洲医疗监管机构周五表示,已经开始调查强生新冠疫苗与报告的血栓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在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开始对强生子公司杨森开发的新冠疫苗的安全性进行审查。 此前有报告称,接种该疫苗的某些患者出现了血栓症状。 EMA表示,该机构了解到发生了四例接种强生疫苗后发生严重血栓的报告,其中包括一例死亡病例。 目前尚不清楚接种阳森新冠疫苗与这些情况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道,EMA的安全委员会正在调查这些情况,并将决定是否有必要采取管制措施,通常会包括对产品副作用信息的更新。 其中一起血栓病例是在临床试验期间发生的。 当时强生表示,没有发现与疫苗有关的证据。 另外三起案例是在美国接种期间发生,目前美国已有近500万人接种了强生疫苗。 强生一位发言人说,该公司已经了解到接种疫苗后发生的极少数事件,并且正在继续与监管机构在安全问题上密切合作。 我们将继续与专家和监管机构密切合作,评估数据并支持将这些信息公开传达给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公众, 以确保在非常罕见的疾病发生时,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快速诊断以及治疗。 强生发言人说道, 该公司表示,接种疫苗的人如果出现呼吸急促、胸部或腹部疼痛以及腿部肿胀等症状,应立即寻求医疗救助。 强生疫苗目前仅在美国紧急使用,上个月,欧洲监管机构批准了该疫苗在整个欧盟范围内使用,但尚未开始推广。 欧洲目前仅使用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阿斯利康疫苗此前因报告血栓事件导致多国暂停使用后,EMA也启动了调查。 目前,阿斯利康疫苗尚未获得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 在北卡罗莱纳州、乔治亚州和克罗拉多州,报告患者在接种强生疫苗后出现昏厥等不良反应,并在部分诊所停用强生疫苗后。 CDC本周进行了调查,该机构表示,接种疫苗后昏倒等反应并不罕见,建议诊所继续强生疫苗的接种。 与其他几种新冠疫苗不同,强生的疫苗只需要注射一次即可。 1月份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该疫苗对预防新冠的有效率为66%,对预防严重疾病的有效率为85%,强生疫苗下周供应量锐减85%,给各州带来严峻挑战。 强生公司疫苗生产遭遇挑战,根据州和联邦数据,下周该公司的新冠疫苗在全美的交付量预计锐减85%,强生公司在3月初交付了第一批疫苗,在全国范围内运送了280万剂。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降至40万剂以下。 上周,大约190万剂疫苗被送往全国各地。 本周则有490万剂疫苗被分发,而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 下周,这一数字将下降到70万。 联邦政府会根据每个州的成年人口分配新冠疫苗,强生疫苗交付量急剧减少,将给各州分发疫苗的计划带来挑战。 加州在本周接收了57.27万剂强生疫苗后,下周只会得到6.76万剂。 德州分得的强生疫苗将从39.2万剂减少至4.63万剂。 佛州本周获得31.32万剂,下周则仅会分得3.7万剂。 而强生疫苗供应问题无疑也将影响检测阳性率仍然很高的牛新康三州地区。 新泽西州州长莫菲表示,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强生公司本周大幅增加的供应至少会在未来几周下降,所以即使现在有预约接种,下周可能就没空位了。 新泽西州的检测阳性率超过了12%,目前还不清楚下周的供应量为何会如此急剧下降,不过联邦官员提醒每周的数据都有可能出现波动。 此前几天,联邦官员了解到,一直在生产强生和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工厂Emergent Biosolution将这两个疫苗的成分混在了一起,这个错误毁掉了多达1500万剂强生疫苗。 这种混乱还导致监管机构推迟了对该厂生产线的授权,但这家工厂的问题对强生疫苗供应量有多大影响还难以确定。 CDC周四表示,美国约有1.12亿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其中约6620万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华人早见新闻,中午我们不见不散。 感谢收看今日华人生活网的晚间新闻,更多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华人生活网,我们也新开通了微信平台视频号,方便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在美时事焦点。 晚安,我们明天晚上再见。